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既然 Archive 育敏踩場 維園連銷板 將會在2月4日星期四晚 及2月7日星期日晚10點至11點 維園連銷市場31-32號 普羅二血聯合攤位現場直播 歡迎大家到時一齊來維園踩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四海 宋景輝 錢建榮 大家好 今天為何人丁單薄 要請救兵 找龍文仔來幫忙 用神就不知 原因是宋興家裏說要做節 這麼早就做節 你不可以質疑宋先生的事 別人說我們就相信 四海哥又說不空 錢興又說有些大媽要請假 變成要頂住位置 三位突然說今天沒空來 回答我一個也沒理由 年尾流流大家都很忙 回答我你這些閒人 好像謝功那樣 退休人士有空 今天寫輝春 不過你寫輝春就簡單一點 你不是立法會議員 如果你是郭佩帆和暑黃昏的話 你又說那些人抓布 阻止他寫輝春 現在立法會議員收這麼多人工 原來就是寫輝春 寫輝春很重要 年尾流流 街坊等著輝春鐵門口 沒有輝春 怎麼搞呢 最重要是等郭佩帆那張 郭佩帆是郭博士 寫筆價值千金 雖然是假的 但那張輝春我相信也是真的 有些威力的 辟邪似鬼 今天下午我去元州商場 幫我毓民辦事處 在元州商場寫輝春 很多街坊排隊 很多人說 毓民一定要貼 貼了 披除共匪 謝功你都寫了 有沒有人認得你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要低頭寫 誰要低頭寫 我上個星期 吃團年飯的時候 有位兄弟走過來 認得你啊 謝功 認得你啊 認得你的頭 認得你這裡 連續下來 後日我要過元朗 幫我們麥葉成議員寫 然後呢 6號和7號 我會在維園 在普羅的攤位 大概2點 寫到5點 希望大家有時間經過的話 有興趣 拿一下我的輝春的話 就過來走走走 想拿謝功的麥寶 趁這個機會 一年只有一次 當然你們有心的 就放低一點 拿了輝春就不要這樣走走 當然你這樣走走 當然你這樣走走 走走走都沒什麼所謂 大家賞識一下這些輝春的話 但是拿了 如果走過 有意見箱就放進去 支持一下好羅 他位都要的 喬團消息 也跟這個寫輝春有關 喬團消息 中國文化協會舉辦 成長學方的毛筆書法版 其實是書法班 是書法班 毛筆書法班 成長 成長 即是給一些成年人的 大家學的 而且學習書法 可以令到人成長 日期就是2016年2月18號 25號 3月3號 10號 17 24 31 4月7號 總共是 好像你所說的 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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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堂 一個半鐘 一個半鐘很累 真的寫書法 差不多 我想問一下重點 需要錢 要錢 還有時間 就大家放工 晚上七點鐘至八點半 中國文化協會舉辦 由基礎的執筆開始 都會開始教你們 還有正確寫書法 今年練好 下年 可能有你份幫忙寫 廢春 導師就是王耀文先生 所以對書法有興趣的人士 歡迎大家參加 他人數有限 有一個地方問題 最多可以收15個人 有少少費用 450元 八堂 八堂 大概60元一堂 差不多 差不多 唯一你要帶來的東西 就是帶一支自己的毛筆 叫做大鈣的毛筆 墨水和紙 老師會提供 但是如果大家想參加的話 就盡快打電話去文協報名 電話就是27115179 先報名 因為距離2月18日 還有下星期過年 大家不要考慮那麼久 報名就重促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不用錢的 就直接聽 不用錢 不用錢就要講 都是中國文匯會的 它叫做 港台文化互動系列講座 互動系列 可能 因為它是第一港 所以第一次試 怎樣互動 我可以參與者 之後回來告訴大家 它的主題就叫做 《從花花世界看氣候變化》 很有趣 《從花花世界看氣候變化》 《從花世界看氣候變化》 《從花世界看氣候變化》 聽到這個 有份量級的講師 就是這個 林超英先生 前天文台台長 厲害了 請了林超英來講 講氣候的問題 一定是最專業最抱的 但不可以質疑他 那大概什麼時候 時間是3月4日 星期五 都是晚上的7點半 7點半 至9點半 兩個小時 都是在這個 中國文匯會 九龍窩打路道 79號 宜安國A座三樓 雖然費用全面 但也需要大家 先在網上 或者打電話去留位 因為它要預留人數 因為現在 這個講座 在中國文匯會日先聽 先聽它都是 坐的人數 都需要自己 有個安排 有個預算 希望大家 就電話打去 就先留位 這個 這個我其實不太明白 中學生可作為其他 集經驗OLE的證明 是不是現在很流行 校外教學的時間 所謂出席證明 你有參加過校外活動 現在很流行 有分的 我們也要幫忙推動一下這個 因為我覺得 世界的氣候變化 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我想從前天文台台長 林超英去講 應該大家都在裡面 學習到很多東西 有些特別的 上個星期 我們另外三子 就講這個所謂霸王的 霸王級的漢狼 阿華都有天文台台長的水準 就是我阿華應該做地下天文台台長 沒錯 這個所謂霸王級的寒流是怎麼來的呢 上個星期都大舉累了之 實際上 要找一些更加專家的去講一講 然後他去分析一下 其實叫阿華去聽 然後叫阿華回來開閘地下天文台 說這個花開世界 看電話 可能會吸到90% 很厲害 對 再加指消化警告台長 好啦 我們就進入正軌 我們今天遲了一點 因為剛才我們都拍了賀年的廣告 應該是過年就會推出的 我們三個就公祝大家一些新年的賀瑜 好啦 我們言歸正傳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這個 阿文仔想講這個所謂量票事件 什麼叫量票事件 不是量劍 其實真的幾荒謬 你想一下其實一個 我們應該交代到前半期 今天就是這個中華民國第九屆的立委 的就職團體 還有在立法院的政府院長的選舉 即是我們中國國民黨輸到屁席的選舉 立法委員輸到 你不要說得那麼白 我都避開了 等三個 都是輸到派到這個時候 派到這個選舉 所以他的立法院 今天就正式叫做辦公 正式辦公 今天就收入了 今天上入第一天就是第一件事 很大件事 就是選政府院長 被譽為全中華民國第一次 就不是國民黨黨籍的人 做這個立法院長 這個都很重大歷史 但是為什麼說 為什麼有量票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那些很偉大的民進黨 民進黨呢 就竟然 就是他號稱自己民主進步 但是他要求所有的議員 去量票給自己派出來監票 拿黨機來壓制民進黨 自己的立委 一定要投票給自己 投票給自己 投票給自己 投票應該是暗票的 因為本來是不記名的 民進黨黨邊壓下來 就說大家要把票量給大家看 究竟要投給誰 不要跑票 主席一張都不能跑 是違反了不記名投票的精神 還有一個更離譜的 時代力量的彈省 他直接說要求立委 在選票上簽名作實 以示負責 那跟人大的行為台帳 有什麼分別嗎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真的一樣 你想想 不記名投票 連香港都沒有這麼過份 選舉行程都是暗票的 都是不記名的 一個號稱 說自己民主有進步的政黨 走出來 一定要求你所有的黨員 是只有黨的意志 沒有民意去投票 是不是一件很荒謬 荒誕的事 你說他叫民主進步黨 但是他在執政的時候 第一個工作 第一個動作 就是民主退步 當然 在去年九月 最高法院就說了 量票是不合法的 但是大家自己憑良心 想想 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跟我們的道德價值 是差天恐記 你自己想清楚 我應該這樣說 民進黨自己 都不相信自己的黨員 怕跑票 就是這樣 怕跑票 就唯有用量票 去證明自己的身家清白 我真的投給民進黨 我真的投給民進黨 我沒有跑票 這個 其實真的有違民主的精神 還有 這個我又敢猜 因為台灣的所謂賄選 其實都很嚴重 你看每一次選舉之後 所謂選議長 都很多時候會傳出所謂賄選 或者一千萬一張票 諸如此類 因為你 例如你 立法院113席 只有35席 是國民黨 3席是親民黨 剩下的幾十席 就是民主黨和時代力量 那他們恐怕 有些人 不知道怎樣 就走了票 用量票 去困住票 但是這樣 雖然你用量票去證明自己的票有沒有跑 但是問題是你破壞了民主的精神 我們很多柯仔煎的專家 我不知道怎樣看 不如問一下 最尊敬時代力量的學民先朝 出來解釋一下 究竟這樣 到時候你如果贏在立法會 你是不是又要求量票來選立法會主席 問題是如果這樣搞 如果搞法這樣以後投票 譬如你選總統 選立委 選市會 或者 都成了一個規矩 那民眾 是不是都需要蓋個印去 拿個印章 蓋個印去 證明自己有投到誰 如果你推而廣之 就可以這樣了 是啊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在罵 為什麼你們罵特團 問代就可以 公開量票 而普通百姓走進去投票站 一定要不可以量票 一量票就犯法 你量票就不犯法 現在真的衍生了一個特權問題 其實這就是一個極權的政黨 我經常都認為民進黨是一個極權的政黨 他們對自己的黨員有極權性 有很多規例和教條 要他們遵守 其實你叫他們不量票 那些民進黨的立委都不想 想要量票 我真的想證明我清白 因為有什麼閃失的時候 大家互相猜測的時候 這個極權政黨裡面就會搞清算 他們都很清楚自己的黨是會搞這些 所以其實他們都想量票的 告訴你 但是跟我們本身不記名 就是懶得有人向他們這些民代施壓 造成一個不公平的選舉 當年是民初 就是因為太多這些行為 好像現在看TVB的民初 其實也是 你試試不記名投票和記名投票 結果會變成這些 他真的是軍閥政黨 現在執政 現在說話大 他說要怎麼做 道理在他身上 現在的氣勢就是這樣 其實台灣現在很多人 對於他這個民進黨的量票 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最恐怖就是沒有感覺 其實沒有問題 反過來 如果這個情況發生在四年前 馬總統上一批立委 他們玩這個量票的時候 你猜會發生什麼事 上一次國民黨也是玩了這個技術性量票 都試過一次的了 又被人罵到趴街 罵到真的趴在那裡 上次議長 不會現在明目張膽 甚至會呼籲 叫那些人連名字都要寫在那張票上 他真的很過分 現在根本就是 我們都是經常這麼說的 民進黨做得的事 國民黨是不能做的 國民黨做了就被人罵到批街 但是民進黨做就好像都 你所當然的 這個其實是挺恐怖的 你會形成到 我們不要用有色眼鏡去看這個民進黨 要用一般的眼光去看 你就縱容了民進黨日後的一些惡行 你們都不出聲 其實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國民黨都很壞 都示範過這個技術性量票 我都知道 但是你怎麼可能縱容民進黨 做同一樣東西 你竟然覺得它對 到今天我都看不到有人反感 我覺得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我們今天電視就看不到 整個宣誓的過程 其實我也很想看 其實我也很想看 我也想看一下 林創佐 洪池蓉 或者其他一些民進黨比較深綠 偏綠 或者是一些原教旨的一些綠營選賭的立委 他們怎麼宣誓的 就是誓詞上面的中華民國四的字 香港我們看見辱文、長毛 在宣誓的時候中華人民 效忠中華人民 停一停 起碼都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斷絕和寵 令到一個不完整的句子 這幫人 我們看不到電視的播映 究竟他們選的時候會不會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不知道 如果沒有的話 他們的抗爭似乎又比香港又低了折 起碼毓文和長毛 起碼都在誓詞上面 都表達到他們對主旨的不滿 所以不是你和我看不到 那個媒體是他的 問題就是台獨老大 市民說過 一個台灣人做了總統 即是台灣已經獨立了 不需要搞那麼多 中華民國就獨立了 台灣就獨立了 在他們的角度來講 思維就是已經獨立了 我叫中華民國有什麼問題 這樣解釋都對 真是跳躍 所以道理永遠在他們那邊 道理在他們那邊 你不夠他們玩 不過這樣說 我很開心 今天由2月1號開始 這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我們由執政黨變成一個開始 踏入第一步的監察 即是想開一個節目 原來做事也這麼好玩 原來做事也好玩 我由一個執政黨的支持者 突然間淪為了 變成一個監察的藍芝芝 即是以後把子我們就可以放下來了 終於放下來了 終於放下來了 我不用讓你插 現在就是我插你的時候就到了 2月1號之後 或者5月2號之後 我們天天天藍的角色 就變成站在藍芸 就是鞭撻綠營的一個節目 監察節目 即是以前我們都會為藍芸 他撲街 我們罵完他撲街之後 我們都會幫忙抖抖他 現在不用了 因為我們藍營 即是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在野黨 而且少得可憐的在野兵 幾乎被人打到淚 沒有這麼說的 不要太灰心 當然民進黨也死不去 我們應該死不去的 即是國民黨 他們有這個 若有回天之力 就不用去到這麼淒涼 但綠營他們真的有辦法 因為他們整個傳媒 生態都捱了他們那邊 我們藍營到今時今日 只剩下亂合報 他都是小馬大幫忙都會罵 《中國時報》 全家請他一出聲 這份是紅報 他幫忙 他幫忙一說 反而事情更糟糕 他不說更好 所以我們藍營 基本上台灣 完全沒有什麼新聞媒體 那個蠟燭點 我們看看 以後的 往後的四年 我們看看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一些 惡性的競爭 就不是良性競爭了 因為國民黨一定是 民進黨在野 他們每次衝上主席台 以後的角色 就反過來我們做 他們不會衝的 對 國民黨那些 那些是關子 怎麼會和他們衝才行 而且就算衝 民進黨一定會叫警察 叫他們出去 你以為他們真的這麼是良嗎 所以我們在禮拜六 我們見到 在香港的立法會裡面 翼文和長毛幾個衝了出去之後 翼文說 你們坐在這裡幹什麼 下來 那些泛民還老臣在在 坐在那裡關人家的事 這些不叫上則欣巡苟且 粉飾虛張 各父講過 下則蒙會無知 香港的立法會都是這樣 台灣又何時不是嗎 今天的兩票就是所謂的粉飾虛張 下面沒有人去 下面的普通的市民 白色沒有覺得這個民主的退步 不出聲的 這些就叫做 蒙會無知 你嘗試放回香港 不要講完 放回香港 做同樣的事 看看你會不會罵 但是在台灣民進黨做的 你回來香港你會贊 香港 新官上任三把火 現在是容易罵罵 大家贏了之後還在拍手掌 手掌還沒拍完的時候 其實他做什麼都不會有人罵 不過我相信 你日子久了 大家會看到 都不用日子久了 你看台北現在變成 不用看台北的日子 現在可以塞車了 那些民眾 又不知為何特別原諒 綠營的人 你這個柯文哲多厲害 他的民意支持度仍然高 高雄也是這樣 人家會拍廣告 你不懂的 他拍一段跟民眾道歉的一個廣告 又由台北踩單車踩到高雄 嘩 我多有魄力 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歸類為廣告 但是民眾 挺瘦的 我們撇開個人恩怨 藍綠鬥爭 民進黨就是會做這些事情 民眾亦都受諾這些事情 你反過來 可能是 郭隆斌 踩單車下高雄 直接說你 被人拋到派 阻礙這條路 還要找人保護你 這些事情 其實民眾 柯仔煎吃第一次 都挺好吃的 吃得多你都肥膩加肌了 民眾都是看這些廣告 開頭看起來實在是很過癮的 大家其實都知道 它是一個廣告 和一個假戲 脈寫的謊言 永遠是掩蓋不住真實的 其實很多事情你感受到 當你坐在台北塞車 塞過多小時的時候 我想廣告播了一百次 你都不會有什麼感覺 我們去廣告 我們再回來了 好 打到梁振英 教我賣士氣 普羅政治學院 維園連銷攤位又來了 2月2日年24至2月8日年初一早早 維園連銷市場 31至32號檔 普羅熱血聯合攤位 精選產品包括 新款T-Shirt 689 Go to Hell We are Hong Kong 我是香港人 麥通斐淚黑白新版本 還有款旭文 李怡、陳雲著作 記得來維園支持我們 anticimpact 車輛 公司 都馬虎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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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